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交通部航港局举办了2022后疫情时代 邮轮产业振兴复苏国际论坛 金融市长林佑称 立委蔡世英一同出席 强调基隆已经准备好 期待明后年的邮轮产业恢复以往繁荣 疫情趋缓 部分国家邮轮已经复航 台湾明年也有127个航班开放预定 台湾邮轮何时能够再次开放 各界都很关心 交通部航港局举办了邮轮产业振兴复苏国际论坛 邀请了产官学界代表200多人讨论后翼邮复苏策略 今天的论坛里面我们会去跟亚洲岛内的国家 去筹筑成立一个邮轮的联盟 那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做好所有的准备 等到我们的国门打开 可以无缝的直接衔接国际产业的一个振兴 那刚刚已经关心到的疫情 这个就是要靠国人大家共同来努力 其实指挥中心他希望的就是要保障我们国人的健康 当然他也希望要兼顾到各种产业的发展 那针对于邮轮产业的一个振兴跟复苏 交通部已经沿拟了完整的计划到指挥中心 指挥中心从国内的疫情状况来判断 如果适合开放国门 我想我们就就今天的论坛 就可以跟国际社会宣誓 迎接我们的邮轮可以来靠港关靠 基隆为国际邮轮母港 疫情期间包括港部设施和通关设备大幅翻新 面对后一时代邮轮产业复苏 市长李又昌和立委蔡思印态度审慎乐观 疫情经过两年多的一个时间 到目前为止其实大家的共识也越来越高 就是我们必须要走向正常生活 边境也必须要走向开放 所以我想相关的港口 我们都做好的相关的一个准备 要迎接疫后的邮轮产业的一个复苏跟振兴 那我个人是这个期待 我们明年能够做暖身跟准备的一个工作 那后年能够这个复苏跟振兴 那我知道交通部或者是航港局这边 有更积极的一个目标 希望明年就能够回复到疫情前的一个 航次的一个状况 我想我们乐观其成也充满期待 那基隆港市呢 我们已经做好的相关的一个准备 整个邮轮旅行通关的一个服务设施 也大幅的提升 那通关的一个数率也增加了一倍以上 所以我相信未来邮轮产业重启之后 我相信大家会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体验 过去这几年 基隆港市做了很大的改变 例如我们看到的这一栋东南大楼或者西安大楼 旅客服务中心的整件 让旅客的通关 相关的服务设施做得更好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所以我相信 就基隆的相关的旅运服务设施来讲 这都准备好了 第二个 我们也非常感谢邮商市长过去这几年来 推动的港市标根计划 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基隆港市周遭的山海秋城 都整个做了化时代的改变 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热烈的欢迎新的邮轮带来的观光客来到基隆 可以看得到基隆在整体的服务设施 除了我刚才提到的港公司所主管的服务设施之外 基隆市政府做一个旅客友善的城市 我们也一步一步的打造这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相信我们都非常期待 邮轮带来的旅客能够竞速 来让基隆甚至来自于台湾 整体的观光资源能够做得很好 台湾这两年疫情期间 邮轮市场受到冲击 2020年7月 西梦邮轮推出了国内跳岛行程 身为邮轮母港的基隆 不但累积了跳岛行程的经验之外 也对于邮轮产业周边的软硬体 积极建设做好准备 即便是在疫情期间 其实我们也没有这个整个准备的角度 也没有停歇 那首先是我们其实是协助了整个在探索梦号 进入基隆港做这个跳岛的 跟绕岛的这样的一个邮轮的行程的规划的部分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当时也跟当时的立新的邮轮呢 做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合作 那由地方跟中央一起协助在疫情的准备的这个部分呢 来恢复整个在这个台湾的这个跳岛的跟绕岛的游程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这个旅游的形态 对于邮轮来说以及在疫后我们要推整个在跳岛的这样的一个游程上 是一个先行的计划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 那第二个部分呢 其实基隆市政府这几年在硬体的部分跟软体的部分 也都接续在做一些整理哦 那包括港区附近的环境 我们在第一圈包括我们的海洋广场 还有国门广场 其实经过这一次的程博会的举办 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一个硬体的设施上 其实已经做了很大的一个整理 包括中山一路的管线整理的部分 都做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整备 那另外还有我们的成绩转运站也即将要完工哦 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运的功能 那我们也在指标的整理上呢 也做了一些努力 所以我想在硬体整备的部分呢 作为一个国际的游轮母港来说 基隆这几年是做了蛮多的一个准备哦 那我想这个部分呢在役后游轮要恢复 那对整个基隆来说 我们所做的这些准备呢 其实是可以吸引更多的游轮跟观光客来到这里 接近产观学界大家齐聚讨论 包括役后游轮母港发展 跳岛游观光优化 国际游轮区域整合 及人才培育等四大主轴 象征向外正式宣示 台湾已经做好准备 再次迎接国际游轮到来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金融市政府10月1号将在必杀鱼港 举办狗狗森友会集合楼活动 市长林友昌承诺将打造动物与寺主的 休闲娱乐场所 而金融市第一座宠物公园 市府也编列了500万元的预算 目前正在选址 明年就可以完工 疫情趋缓 民众带着家中毛小孩 出外运动超开心 狗狗森友会去年因为疫情暂停 市政府今年在七个行政区 扩大举办 产发处和官销处合作 10月1号将开放 民众和狗宝贝一起登上基隆宇 基隆宇登到的活动 市主可以带着你的狗狗 去登基隆宇 去登基隆宇 那原本是限制食物之犬 那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们继续接受报名 一个礼拜的时间 那我们这边有跟官销处 这边来协调 特别在开放20个名的 给有兴趣的市民朋友 可以带着你家的爱犬 所以我们今年是扩大举办 那在七区呢 都有举办各区的一个狗狗生友会 那民众反应非常的热烈 那10月1号在必杀鱼港 是我们的大会师 所以这个非常高兴的来邀请 我们的这个家人 包括我们家里面的毛小孩 一起10月1号到必杀鱼港 来这个交流 那当然也有相关的一个 很多的一个活动 可以让大家来一个参与 然后另外还有精美的奖品 那今年还有一个特别不一样 刚刚处长有讲 我们还开放要登岛 登基隆宇 带着自己心爱的这个狗狗 然后一起登岛 然后现在也开放增加名额 本来是15然后再加20嘛 那总共就是35个名额 那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 然后这个踊跃参与 打造友善的宠物城市 圣府这几年来 投入相当大的资源和心力 大家关心的首座宠物公园 金融市长林侯昌透露 还在选址当中 预计明年下半年前启用 所以我们在这几年 有关于我们的这些猫小孩 包括宠物的一个福利 市政府投入很多的一个资源 跟心力 包括现在我们的宠物银行 这个也在这个诊件当中 即将要完工 那是这个超越双北 一个五星级的一个宠物银行 那非常的一个设施 非常的一个完善 我相信也可以提供给我们金融市 这个相关动物的保护 以及福利的一个提供 那另外是我们在这几年 也举办了很多 这个例如今天讲的 这个狗狗生有会的一个活动 那今年是扩大在各区举办 那大家的反应非常的好 所以我想我们未来 也会持续的办理下去 那虽然市长的任期到今年年底 不过我们会坚持到最后一天 希望能够打造金融 成为一个这个宠物友善的一个城市 那宠物公园的部分呢 现在也正在进行 最后的一个评估阶段 即将要答案即将要公布 就是我们第一座的宠物公园 那相关的一个工程的经费 明年的工程经费 也已经编列在112年的预算里面 有500万的一个工程经费 所以今年的选址完成之后 明年我们就会立即进行工程 我们相信在明年的下半年之前 应该可以让宠物公园 能够正式启用 来服务所有的 我们基隆市的这些宠物们 10月1号必杀鱼港大集合活动 现场规划了狗狗行为训练讲座 快乐艺术团表演 宠物文创及在地美食 动饱水安排 专业的受医师提供免费狂犬病注射疫苗 欢迎民众带着毛小孩一起同乐 记者黄少鸣金融报导 卫福部基隆医院中庭 偶尔有钢琴及萨克斯风等音乐演奏 抚慰病人及陪伴家属和医护人员的心灵 原本有一台老旧钢琴已经不堪使用 因此立委蔡世印特地牵线北医盟 制赠了一台全新的三角钢琴给基隆医院 在基隆医院爱乐志工 吕朱继老师弹奏下 悠扬的钢琴声回荡在医院中庭抚慰病患 陪伴家属以及医护人员的心灵 这是北医盟荣誉理事长立委蔡世印 特地牵线社团法人 台湾台北医疗联盟协会 简称北医盟 特地制赠这台价值大约16万5千元 全新的时尚数位三角钢琴 太旧换新原本中庭的一台老旧钢琴 给基隆医院专用 那抚慰心灵不大可能在座的医生好朋友 每个人都会在病人来之前 先弹一首钢琴给他听 我大概也没有那个时间 所以透过我们这样一个好的中庭广场 散发出悠扬的音乐声 我相信对于许多病人来讲 他可以安抚他心中紧张的情绪 甚至坐在这边心情放轻松 身体就会更健康 所以这也是这个原因 所以台北医疗联盟 在几个大型的医院 有自证电钢琴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想我也很高兴 有这个机会能够担任台北医疗联盟的农域理事长 那说实话我这个农域理事长 都是文文赵宗杰赵理事长好奇 那也祝福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 那我想对我们来讲 过去这几年担任立法委员帮忙协助 我们的布立基隆医院是很重要的这件事情 尤其是布立基隆医院跟北隆的签署的 这样的整个战略合作的方案 让基隆的市民未来在看病的过程当中 有更好的一个延伸性服务 也让基隆市民这个医疗的部分 比起六都就不遑多让 所以我非常高兴也感谢林院长 而且那钢琴也就旧了 所以委员就很有心 就说我们基隆市民要听最新的 所以就请我 因为他忙嘛 又请我换一台新的 所以这样是最新的钢琴 卫福部基隆医院中庭是许多病患和家属散步休息的地点 没有疫情前或是疫情趋缓时 偶尔有钢琴以及萨克斯风等音乐演奏 抚慰大家的心情和心灵 原本有一台老旧钢琴已经不堪使用 因此获证新钢琴 也受到基隆医院卫福部方面 以及国策顾问暨庆安公主委等人的肯定和感谢 我在几个研究的这个intervention里面 音乐治疗 这个music therapy可以让我们的所谓的焦虑 忧郁 疼痛 心律 血压 甚至对癌症 有所谓的这个减缓 或者改善的 这样一个 这个效果 那也非常感谢赵博士 对我们部署医院 情有独钟 一直在支持我们全国的一个部署医院 那乃至于说今天 这个有这么棒的钢琴 刚才林院长已经提到 这个在我们临床的治疗上 在一般的一个治疗到一个极限以后 它就是需要音乐方面来照顾我们的身心灵 他让人玩 我们的玩家 听到这个音乐 好一块 我跟他说 看到医生 看不到好一块 但是这个音乐 好一块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功力很大 机动市议员何淑萍更是应邀 亲自出席这个有意义的捐赠活动 参加捐赠剪彩 关心病患 力挺医护人员 院方希望透过跳跃的音符 用温暖的月音打破传统白色巨塔 给人高冷的印象 抚慰人心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因为自来管线老旧的因素 导致中深区复兴路259项水管破裂 也造成了部分地基流失 地面均裂 德安里里长谢明传 向市议员张炳君反应 要求水公司尽快修复 也一并协助重铺附近均裂的路面 维护来往车辆的安全 梅花台风外围影响 下起阵雨 但是雨停时地面上的流水量 却没有减少一样大 因为自来水管线老旧的因素 导致中山区复兴路259项 自来水管破裂 也造成部分地面均裂 德安里长谢明传 向市议员张炳君反应后 张炳君要求水公司 尽快修复之外 也希望一并协助重铺附近均裂的路面 维护来往车辆的安全 更希望水公司编列预算 太旧唤新这里老旧的自来水管线 避免一破再破不断漏水 当然我们第一时间跟自来水公司通报 也感谢他们愿意第一时间来到现场 尽快地找到漏水点 然后来去完成修复 但是因为漏水也造成部分的路段 有出现一些凹陷 或者是坑洞的问题发生 那经过我跟谢明传理长 跟自来水公司研议讨论之后 他们也愿意将这些破损的路段 重新修复来保障民众的安全 这点我们是要给自来水公司 给予相当大的肯定 当然其实我跟谢明传理长 我们同时也希望我们自来水公司 针对我们复兴路259算 这个路段的自来水管 其实可以做太旧唤新 因为大概十天内已经破两次了 那代表他水管的使用期限 可能也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尽快的变略预算 然后我跟谢明传理长 会来协助他们 把这一个路段的水管赶快换好 还好我们的住户都没有停到水 但是我也希望自来水公司 在未来把这一段路 像议员刚才所说的管路 总是那么久了 需要更新 就给我们地方帮忙一下 水公司一区处漏水防治客长表示 会尽快修复水管和路面 也会向区处反映尽快编列预算 更换这段老旧自来水管的经费 水公司也派出怪手和施工人员 开挖漏水点积极赶工抢修 减少对附近社区住户可能的停水影响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此云寺药师佛店 历经两年策划开光启用 药师佛大殿内设有神佛真相 必读 木科解王的辉红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前来点药师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此云寺药师佛店 参拜感受伐喜 各位朋友请注意 土地如符合地价税自用 及减免规定者 请记得于9月22日前提出申请 错过要再等明年咯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碑店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店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证明国中把科普教室搬到电影院 再借用秀态影城包场 看即将在9月16号上映的电影《科学少女》 用不同的形式与妈妈再次相会 这部结合科普及生命教育的《科学少女》电影 开启开了观赏者对AI机器人的进化与功能 无限想象 证明国中把科普教室搬到电影院 全校师生在基隆秀态影城包场看电影 老师结合科普、AI、性评、生命等教育议题 为学生设计学习单 让这一场兼具理性与感性的工艺演出 更有教育意义 我们把教室搬到电影院 然后看电影来学科普 用不同的方式做科普、AI、性评 还有生命 这四个面向的学习 这部电影结合了性评、科普、生命教育的议题 对于国中的孩子来说 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次观影经验 刚刚欣赏完 同学们都很有收获 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男女只要认真 不分性别 只要认真都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 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让我看到AI的力量 然后希望未来也可以向电影呈现 我看完这部影片 让我思考了AI对于人类的优缺点 那我也希望可以往这个方面去发展 看完这部电影 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珍惜周遭的人事物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突然离我们而去 那如果他们突然过世也没有关系 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活下去 因为他们一定不会希望我们很伤心 校方相当感谢制片单位 华影国际在基隆的首场工艺场次 提供给正兵国中全秀师生 希望能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让其他弱势孩子能在基隆在地企业的赞助下 也有机会观赏科学少女的机会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基隆和平岛不只有著名的和平岛公园 位在东侧的阿拉堡湾聚落也非常的有特色 包括了龙木井等入口异象的重整 及聚会所的改造 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 还规划了五条旅游路线 现在就让基隆市长林又昌带您一起来深度体验 经过整修这座西班牙时期新建的历史建物龙木井 已经换来新 为了改善和平岛阿拉堡湾入口异象 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 与都市发展处及文化局等单位吸手合作 将龙木井广场及凉亭 重新塑造成阿拉堡湾聚落的新亮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龙木井 把这个顶盖恢复了 这一个原来的很朴素的样貌 然后让一个这个清洁做好 那另外呢 在这个龙木井的井盖的部分 我们也做了一些设计 那把这个整个文化历史的故事 把它雕刻在这个井盖上 所以这个地方也兼具了 不仅仅是文化观光 那同时呢 更重要的是也让居民 还是有取水的需求的时候可以使用 那第二个部分在旁边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也用海浪的意象 做了一个把原来地板破裂的地方呢 我们做了一些整理 然后让这个木地板可以做一些 这个美化的这个部分 那最后一个就是 在旁边有一个凉亭 那这个凉亭呢 是我们跟居民讨论之后 他们希望在阿拉堡湾部落 也有一些原住民的元素 所以呢 这个地方他们希望有这个原住民过去 在部落里面都有一个瞭望台 因为这里是一个入口 所以这个瞭望台我们是用了部落的图腾去拉线 然后把这个原来的很破旧的这个 这个凉亭上面的这一些建物呢 把它去除了 然后把这个瞭望台盖起来 透过大金融历史场景2.0的串联 我们委托了官交处来做一个美化 而且跟部落的厨房有一些连结 我想文化之所以要保存 其实是要让它生生不息 那透过观光的手段 来进行整体文化路径的一个改善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结合 我的名字叫感少 拉弓射箭 化身神射手的金融市场流航几乎百发百中 让一旁的原住民头目与居民都竖起拇指大战 除了重塑入口异象 在这条文化路径上 金融市政府也将聚会所打造成 未来部落再生的核心区域 游客不只可以在这里成为部落勇士体验射箭 还可以品尝到和平岛特产石花洞 集中海里的冰箱采摘的中螺等新鲜食材 所制成的道地原住民风味餐 这个是用那个香蕉的那个 还没有长出来的时候 那个包起来的这个 这个变 这个是香蕉的 小鸟一人 刘昌强调这不仅是单纯的文化修复和部落再生 透过市政府跨局处分阶段的合作 整合文化历史观光及地方创生 让阿拉宝湾聚落成为和平岛观光新据点 也为部落族人带来再生新经济 及提升生活品质 未来像这样子的一个部落厨房 我们相信在阿拉宝湾这个地方 以后不止一间 它可能会有两间三间四间五间 可能会有更多族人部落的妈妈 它看到了 所以它也想把这个家里面 它的这个私人的料理 私人的这个手艺 来这个跟我们的文化观光的这些 游客来做分享 那这个就可以达成一个部落经济的一个循环 西洋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长曾正文表示 目前已经规划了五条深度体验游城 透过专业导览老师介绍 及在地阿美族人的参与 让游客不管是到瑟寮东炮台 还是和平岛阿拉宝湾 都能探索秘境走近聚落 亲身感受历史文化的轨迹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导 拼速度讲究细能调整 从太阳板稳定度操控力 更重要的是要立马制定出因地实义的关体策略 我们一开始就是学习坐车 车辆原本就是后来有改良 改到能够比制造老师的车还要快 然后我们才去参加比赛 二星高中参赛的五组学生 展现运动家的精神 更把所学发挥得零零尽致 学到团队合作 然后还有现场的临仓反应 团队合作就是要 就是彼此沟通嘛 就是要不吵架 然后每个人的意见要相符 顺利抱回全国高中职 太阳能模型车竞赛的第八座冠军奖杯 打败全台各高手 我们太阳能车的竞赛部分 这十座现在已经正式列入 我们校本的特色课程 那这是专题式的一个课程 那学生是利用学科的一个理论 以及这一个数科的这一个技术的部分 来多元的加工 完成他们的理想作品 那也快乐的融入这一项的比赛 这是我们对教育的初衷 拿到总积分冠军 及最佳技术奖的殊荣 机械科 赛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